一口气看完从夏朝到民国四千年历史 公元前2070年 大禹因治理洪水有功 接受顺的禅让 并在诸侯的拥戴下正式即位 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独立制王朝 夏朝 大禹死后 他的儿子起破坏禅让的传统 自立为王 恢复了皇帝初期父子相传的古老制度 从此 王位传子 不传贤 实行世袭制度 是称家天下 公元前2018年 下棋死后 其子泰康继承王位 泰康在位期间 只顾游玩 不理政事 有穷氏首领后裔 乘机夺取了夏朝的政权 史称泰康失国 公元前1973年 后裔的手下韩卓 趁机杀死后裔 自立为王 改国号为韩 并消灭了偏安在甄寻的夏朝采余势力 至此 夏朝王国 夏朝的统治区域 全部控制在韩卓手里 公元前1933年 大禹的后代少康 在有仁氏和有余氏的帮助下 成功击败韩卓 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始成少康中兴 此后的夏朝王位 一直在大禹的后代传承 公元前1600年 夏朝末代君主夏节即位后 只顾自己享乐 不顾民众疾苦 商部族首领商汤 看到夏节的残暴 在明条之战中 灭亡夏朝 建立商朝 至此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就此结束 公元前1600年 至公元前1300年 商汤建立商朝后 在这三百年当中 王族内部 因经常争夺王位 发生内乱 再加上黄河下游 常常闹水灾 导致商朝都城 一共搬迁了五次 直到商朝第十九位国君 潭庚即位 他为了改变 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 决心再一次迁都 搬迁道阴 史称潭庚谦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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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后 商朝国势逐步走向强盛 故后世称 商朝唯谦或谦商 公元前1250年 商朝第22位国居武丁即位 武丁是继潭庚之后 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 武丁在位期间 历经图治 使商朝达到鼎盛时期 史称武丁盛世 公元前1046年 商朝末代君主地心即位后 由于他残暴荒淫 重新打几造成诸侯陈属纷纷离畔 又加上连年的征战 导致国内兵力空虚 周武王激发 趁机联合诸侯军队前去讨伐帝心 在暮野之战中打败商朝军队 帝心逃到露台自焚而死 至此 延续500余年的商朝灭亡 周朝建立 史称西周 公元前1045年 周武王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 把王族 功臣 以及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 建立诸侯国 先后分封的尤鲁 齐 燕 宋 晋等71个诸侯国 公元前1043年 周武王病逝后 西周历经了周承王和周康王 在周承王和周康王的治理下 西周达到鼎盛时期 史称成康之治 公元前896年 历经成康之治后 西周实力渐步如前 这一时期 西北犬儒的势力逐渐强大 不断进攻西周 西周第七位君主周一王即间 被迫将都城迁王全球 公元前782年 周幽王积公升即位 是为西周末代君王 周幽王在位期间 不问政事 宠爱包四 任用奸臣主持朝政 从而引起百姓强烈不满 又加上周幽王废狄隶属 废黎王和太子姬遗旧 而立宠妃包四为王后 和包四的儿子为太子 致使王后的父亲 申侯大为愤怒 据说 周幽王为了博得包四的一笑 下令点燃烽火台 戏弄了诸侯 导致诸侯们都不相信烽火 公元前771年 申侯为了给外孙和女儿讨回公道 联合曾国与犬戎 攻入西周都城浩京 杀死周幽王 西周结束 公元前770年 即依旧在诸侯国的拥戴下即位 是为周平王 东周开始 同年 周平王鉴于浩京残破 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 决定下令东迁 秦湘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 因护送有功 秦湘公被封诸侯 至此 秦国正式成为诸侯国 公元前770年 至公元前476年 是东周的前半期 也被称为春秋时期 在春秋时期 各诸侯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 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 各诸侯国不断进行战争 强大的诸侯 迫使各国承认他的首领地位 成为霸主 著名的霸主 有齐桓公 晋文公 秦牧公 宋湘公 楚庄王 史称春秋五霸 据史书记载 春秋年间 有43名君主 被臣下或敌国杀死 52个诸侯国被灭 有大小战士480多起 诸侯的朝聘和盟会 450一次 公元前475年 至公元前21年 是东周的后半期 也被称为战国时期 此时的周天子 完全沦为吉祥物 然而 从春秋时代初期的 140多家诸侯 经过360多年的兼并 到战国初期 就只剩下了20余家 其中以秦国 齐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楚国 燕国 最为强劲 是称战国七雄 公元前356年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 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 商鞅变法 使贫弱的秦国 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 实力最强的国家 为后来秦朝统一天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60年 秦江摆起在长平之战中 坑杀赵族40余万 经此一战 赵国一蹶不振 秦国的最后对手被击溃 公元前256年 因东周与六国合纵攻秦 导致秦国不满 于是秦国派兵灭亡东周 同年 东周末代君主 周南王姬严 御愤而终 自此 传37王 立国790年的周王朝灭亡 公元前247年 13岁的嬴政 被立为秦王 此时的秦国 历经秦孝公赢区梁 秦惠文王赢寺 秦武王赢荡 秦昭王赢继 秦孝文王赢柱 秦庄襄王赢一人 六位明君的治理下 秦国已经成为 七国当中 实力最强的国家 公元前237年 22岁的秦王嬴政 铲除了 落矮集团和 吕不韦集团后 开始亲政 亲政后 开始推行 统一六国计划 公元前230年 嬴政太内士腾 攻打韩国 俘虏了韩王安 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 赵王谦中了 秦国的离间计 听信谗言将李牧杀害 同年 王俭率领大军 攻入赵国都城邯郸 俘虏了赵王谦 赵国灭亡 公元前225年 嬴政太王奔攻打魏国 王奔率军包围了 魏国都城大梁 引黄河水灌城 三个月后 魏王朱祥 魏国灭亡 公元前224年 王俭率60万大军 大破楚军 楚将向燕兵败自杀 4年 秦军攻入楚国都城寿春 俘虏了楚王赴楚 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 嬴政太王奔攻打燕国的辽东 俘虏了燕王喜 燕国灭亡 公元前21年 王奔率军 从燕国南下 攻打齐国 齐王渐向 嬴政投降 齐国灭亡 至此 秦王嬴政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秦朝 同年 嬴政统一六国后 认为自己得监三皇 攻待五帝 创皇帝一词 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 所以 嬴政是中国首位皇帝 自称始皇帝 齐始皇在位期间 分天下三十六郡 书同文 车同轨 统一 杜梁衡 对外北极匈奴 南征百岳 修筑万里长城 以居外敌 凿陵渠以通水系 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 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公元前二一零年 秦始皇在东巡途中 驾崩于邢台沙丘 终年四十九岁 一诏由皇长子扶苏即位 但是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 合谋篡改了始皇的传位诏书 逼令扶苏自尽 改立始皇帝十八子胡亥即位 视为秦二世 秦二世在位期间 加重农民的赋税 供于自己享乐 并且大量蒸发全国的农夫 修造阿旁宫和离山墓地 导致各地百姓苦不开眼 公元前二零九年 陈胜和吴广带领九百余名数族 在大泽乡发动起义 喊出了流传至今的口号 王侯降下 宁有种呼 各地纷纷响应 同年 刘邦和项羽也起兵于江淮 共同抗旗 公元前二零八年 项羽率领数万储君 在巨鹿之战中 大破张寒和王李所率的 四十万秦军主力 经此一战 秦朝主力尽丧 公元前二零七年 赵高将在位三年的 其二世胡亥 杀死于旺宜宫 并拥立子英 为秦三世 同年 刘邦率兵 攻入秦朝都城咸阳 在位仅四十六天的 秦三世子英 投降刘邦 自此 统一六国 仅十五年的秦朝灭亡 公元前二零六年 至公元前二零二年 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 两大集团 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 爆发的楚汉之争 最终楚汉之争 以项羽的西楚败王 刘邦建立西汉而告终 公元前一九五年 刘邦在讨拔鹰部叛乱时 伤重不起 制定白马之盟后驾崩 终年六十二岁 其死刘邦即位 是为汉惠帝 汉惠帝在位期间 旅后开始赌掌大权 公元前一八八年 汉惠帝刘邦 依受到吕后的刺激抑郁而终 十年二十三岁 汉惠帝驾崩后 吕后先后立两位少帝为傀儡 自己临朝称制 行使皇帝职权 在他统治期间里 遵从皇老之学 实行与民修夕的政策 为后来的文景之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 吕后又重用吕家人 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 公元前一八零年 吕后病逝后 因大臣不满吕氏干政 太尉周伯和丞相陈平师纪 夺取了吕氏的兵权 并盈利刘邦的第四子刘衡即位 是位汉文帝 此后的西汉王朝 在汉文帝刘衡 汉景帝刘起 汉武帝刘彻 汉宣帝刘巡的治理下 使西汉国力达到鼎盛时期 公元前四八年 汉宣帝刘巡驾崩 其子刘氏即位 视为汉元帝 汉元帝在位期间 宠信宦官 认为宦官没有家室 不会地结外党 从而导致朝政混乱不堪 西汉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公元前一年 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刘看继位 视为西汉第十四位皇帝 汉平帝在位期间 王政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治 外戚王莽出任大司马 掌握军政大权 公元八年 王莽篡汉自立 建立新朝 实称新马 至此 立国二百一十年的西汉灭亡 穿越着王莽称帝后 进行了多项改革 由于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合 而且在推行时 手段和方法不正确 导致改革失败 最终引发了赤梅军和陆林军 大规模的反抗 公元二三年 刘邦的九十孙刘秀 在昆杨之战中 歼灭了王莽军队主力 同年 陆林军攻入长安 王莽被起义军战士所杀 至此 历经一地 国作十五年的新朝灭亡 公元二五年 刘秀在号称登基称帝 视为汉室祖光补帝 同时 刘秀为了光复汉室江山 仍然使用汉的国号 史称东汉 公元二六年至公元三六年 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唐 刘秀先后消灭了数十个割据势力 使汉朝再次规于一统 天下平定之后 刘秀以柔道治天下 采取一系列措施 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 经济恢复 人口增长的局面 史称光武中心 公元五七年 刘秀病逝 享年六十二岁 此后的东汉王朝 在汉明帝刘庄 汉章帝刘达 汉河帝刘兆的治理下 使东汉国力达到极胜 公元一零六年 汉河帝刘兆病逝后 东汉进入幼儿园时代 多位不到十岁的皇子继位 致使东汉朝政 在外戚和宦官之中来回交替 东汉王朝从此走向衰弱 公元一八四年 由于朝廷腐败 宦官外戚争斗不止 又因全国大汉 颗粒不收 而赋税不减 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在巨路人张角的号令下 纷纷揭干而起 他们投杂黄金 高喊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罪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口号 向东汉王朝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是称黄金起义 然而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 东汉王朝为了顺利平叛 将兵权下放给各地州官 各地豪强大族 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 最终演变成 东汉末年豪强军阀割据一方 群雄逐鹿的局面 公元一八九年 至公元一九五年 黄金起义被东汉王朝平定之后 东汉王朝先后历经了董卓之乱 和李雀孤四之乱 东汉末代皇帝汉宪帝留邪 带领群臣逃到洛阳 此时的东汉王朝 已经名存是亡 公元一九六年 曹操前往洛阳去迎接汉宪帝留邪 并迁都许昌 从此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以汉朝成相的名义 讨拔各路军阀 在关渡之战中 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后 逐渐统一了北方地区 公元二零八年 曹操为了统一全国 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 顺江而下 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 但是被孙刘联军 在赤壁之战中打败 公元二零年 曹操病逝 其子曹操继承父亲的爵位 同年 曹操逼迫汉县帝留邪善让 建立了曹魏政权 至此 立国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灭亡 中国历史 从此进入三国时期 公元二零年 曹操篡汉后 刘备为了延续汉石江山 在成都武丹山登基称帝 建立了蜀汉政权 公元二十九年 孙权在武昌登基为帝 建立了东吴政权 至此形成了曹魏 蜀汉 东吴 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二三四年 蜀汉丞相诸葛亮 为了实现兴富汉事的目标 先后对魏国进行五次北伐 但是都以各种原因退还 最终因积劳成疾 并是与武藏元 未能完成兴富汉事的目标 公元二四九年 曹操陪同魏帝曹芳 离开洛阳 去祭扫魏明帝的陵墓高平陵 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 从此 曹魏的军政大权 落入司马市手中 史称高平陵之变 公元二六三年 司马昭太前忠惠和邓爱攻打蜀汉 蜀汉后主刘善不战出降 蜀汉王国 公元二六五年 司马昭因中风猝死 司马炎继承父亲的爵位 四年 司马炎逼迫贵元帝曹焕善让 建立晋朝 史称西晋 公元二八零年 晋武帝司马炎大举八五 吴墨帝孙好投降 东吴灭亡 至此 三国鼎立的时代结束 晋朝时代开始 公元二九零年 晋武帝司马炎去世 十年五十五岁 其子司马中即位 是为晋惠帝 公元二九一年 至公元三零六年 由于晋惠帝司马中 没落无能 导致皇后贾南风专权 从而引起了西晋皇族 为争夺中央政权 而发生的内乱 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 是当时社会经济 遭到严重的破坏 导致了西晋王国 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 公元三零四年 低族领袖李雄 趁着西晋皇室内乱 占领四川地区 建立了成汉政权 同年匈奴贵族刘渊 以富汉为名 建立了前兆政权 至此五湖乱华开始 公元三一七年 前兆皇帝刘聪 太兵包围了西晋都城长安 西晋末代皇帝司马业 在时段两绝的情况下 投降前兆 统一三国 经五十一年的西晋王朝灭亡 西晋灭亡后 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 史称五湖十六国 同年 西晋皇室司马瑞 带领官员和百姓往南迁移 并在建康登基称帝 重建晋朝 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 与北方的五湖十六国并存 这一历史时期 又称东晋十六国 公元382年 前旗皇帝福建 先后消灭了 钱燕和钱梁等割据国家 统一了北方地区 四年 福建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 率领百万大军攻打东晋 但被谢权和谢安等人 打败于肥水之战中 肥水之战的惨败 史福建统一南北的希望 彻底破灭 不仅如此 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 也随之解体 再次分裂成更多的地方政权 公元420年 由玉带进资历 建立刘宋政权 至此 存在了103年的东晋王朝灭亡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南朝乘自东晋 有南朝宋 南朝旗 南朝梁 南朝臣四朝 均以建康为都 北朝乘自十六国 由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和北周五朝 公元581年 身为关隆文法之首的杨坚 以外戚的身份 逼迫九岁的北周境地宇文采山魏 建立隋朝 视为隋文帝 公元588年 隋文帝任命杨广为统帅 起兵南下攻打陈朝 隋军攻入陈朝都城建康 葫芦了陈朝皇帝陈淑宝 至此 隋文帝杨坚 结束了自西近末年以来 中国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南北朝结束 隋文帝在位期间 历经图治 开创了开皇之治繁荣局面 公元604年 在位24年的隋文帝杨坚 在仁寿宫离奇去世 享年64岁 同年 杨广即位 视为隋阳帝 隋阳帝在位期间 迎建东都洛阳 和开扫隋朝大运河 又加上频繁发动战争 这些内外举措 过度消耗国力 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 致使天下大乱 公元618年 隋阳帝建天下大乱 心灰意冷 越发的荒谊昏乱 与文化级发动兵变 在江都杀害了隋阳帝 自此 立国37年的隋朝灭亡 同年 李渊攻取长安后 建立唐朝 视为唐高祖 公元619年 至公元624年 唐朝先后消灭了 王世冲和窦建德等人的 割据势力 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公元626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亲手设死了太子李建成 和其王李渊吉 同年 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 两个月后 善让皇位 视为唐太宗 此后的唐朝 在唐太宗李世民 和唐高宗李治的治理下 经济复苏 文化繁荣 百姓生活安康 唐朝版图 扩大到了最大化 公元683年 在位34年的唐高宗李治去世 中年56岁 七年后 唐高宗的皇后古泽天 逼迫自己的儿子善让 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周 事称周 公元705年 张简之联合禁军将领 发动神龙政变 拥立唐中宗李显父位 恢复了大唐国号 同年 当了15年的女皇帝武则天 在上阳宫驾崩 享年82岁 公元712年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是为唐朝第七位皇帝 唐玄宗在位前妻 助以拨乱反正 任用姚崇和宋景等贤相 历经图治 开创了唐朝的即胜之事 但是在位后期 逐渐怠慢朝政 任用奸臣李林府 和杨国忠主持朝政 又加上宠爱杨贵妃 致使朝政混乱 公元755年 安禄山以诸沙宰相杨国忠为名 联合史思明发动叹乱 史称安史之乱 这场内乱 使得唐朝元气大伤 人口大量丧失 国力锐减 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公元763年 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 被唐代宗李玉平定 此后的唐朝历代皇帝 一直被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现象所困扰 公元846年 唐宣宗李晨即位 是为唐朝第十七位皇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 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 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使唐朝国事有所起色 百姓日渐富裕 史称大中之治 公元859年 唐宣宗李晨驾崩后 此后的唐朝 历经了唐义宗李璀和唐熙宗李宣 他们在位期间 娇奢淫逸 宠信宦官 导致国内民不聊生 最终爆发了皇朝起义 公元884年 在各镇节度时的夹击下 皇朝起义被平定 这次起义 使唐朝的经济重地 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此外 这次起义后 藩镇割据普遍出现 部分实力强的藩镇 先后被封为王 所建立的封国 实际上已是高度自主的王国 公元888年 唐朝宗李业即位 是为唐朝第二十位皇帝 在这一时期 宣武军节度使朱温 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成为风域人物 同时 在朱温的苦心经营下 逐渐成为唐末最大的割据势力 公元904年 朱温发兵攻陷长安 挟持唐朝宗将都城长安 迁往洛阳 同年 朱温将在位十六年的 唐朝宗李业施杀 十年三十八岁 并立唐朝宗的第九子 李祝为帝 视为唐埃帝 唐埃帝在位期间 一切正式都有朱温决策 公元907年 朱温逼迫唐埃帝李祝善尉 建立后梁 四年 朱温派人将在位三年的唐埃帝毒杀 年纪十六岁 至此 历经二十一帝 立国二百八十九年的 李唐王朝灭亡 唐朝灭亡后 各地方镇纷纷自立 中国历史 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 史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指 唐朝灭亡后 依次定督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 即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 十国是指 除中原地区之外 存在的十余个割据政权 公元九一六年 五代十国时期 耶律阿宝基统一七丹各部后 建国称帝 国号七丹 是为辽太祖 公元九五四年 后州皇帝柴隆即位 是为周世宗 周世宗在位期间历经屠治 致力于统一大业 立下了以十年开拓天下 十年养百姓 十年治太平的壮志 但是在攻打季丹国时突发疾病 不久去世 年仅三十九岁 公元九六零年 周世宗柴隆病逝后 其子九岁的柴宗训即位 是为周公帝 随后不久 后州进军将领赵匡印 发动陈桥兵变 逼迫后州公帝善位 建立宋朝 史称北宋 公元九六一年 赵匡印被防止历史重演 先后通过两次杯酒式兵权 解除了大臣的军权 致使宋朝逐渐走向众文轻武的道路 公元九六二年 至公元九七九年 赵匡印依据宰相赵普先南后北 先义后南的策略 先后灭亡京南 武平 后蜀 南汉 及南唐歌剧政权 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歌剧局面 公元九九七年 宋真宗召衡即位 是位北宋第三位皇帝 宋真宗在位期间 辽国大举入侵 最终在扣准的劝说下 宋真宗御驾亲征 挫败辽军于禅渊 达成禅渊之盟 实现了宋辽百年间和平 公元1022年 宋真宗病逝后 北宋在宋人宗赵真 和宋英宗赵蜀的治理下 社会趋于稳定 经济规模空前 文化更是盛极一时 公元1038年 党项首领李元昊 在西北地区建国称帝 国号大厦 至此形成了辽国 北宋 西夏 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1100年 宋徽宗召集集位 视为北宋第八位皇帝 宋徽宗在位期间 大兴土木 挥霍无度 立花石刚 豪夺天下 珍奇花石鸟兽 致使农民起义频繁 公元1115年 东北地区的女真族 开始崛起 并在玩野阿古达的带领下 建国称帝 国号大金 视为金太祖 同年 辽朝末代皇帝天作帝 带领大军前去征讨 结果辽军大败 天作帝逃跑 经此一战 二百多年的辽朝 一蹶不振 直至灭亡 公元1125年 在金国不断地攻打下 辽国被金国所灭 同年 金国皇帝完颜圣 看见北宋皇帝召集 昏庸无能 兵分两路 攻打北宋 宋徽宗下的传位 其子赵还 视为宋亲宗 公元1127年 金军公妥宋都开封 将宋徽宗和宋亲宗 以及后宫妃嫔 与朝臣等三千余人 俘虏北上 史称靖康之池 自此 立国一百六十七年的 北宋王国 同年 宋徽宗之子赵构 在应天府建国称帝 重建宋朝 史称南宋 公元1134年 至公元1140年 岳飞为了收复失地 率领岳家军 先后进行四次北伐 一直打到距开封 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 因赵构 连下十二道金牌 催促岳飞班师 从而北伐之功 毁于一旦 此后不久 赵构和秦桧 以莫须有的罪名 将岳飞杀害 年仅39岁 公元1141年 南宋与金国 签订绍兴和议 以秦岭淮河为界 从此形成了 以金国 南宋 西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1206年 成吉思汗铁木珍 统一蒙古各部后 建立大蒙古国 开始打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1227年 成吉思汗 发动大规模的灭下之战 夏末地里线投降 至此 必经实地 享国189年的西夏灭亡 公元1234年 南宋为了报敬康之耻的仇 联合蒙古军一起攻打金国 金国在南宋和蒙古的 联合夹击之下 父亡于采州 公元1271年 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 改为大元 正式建立元朝 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 视为元氏族 公元1279年 元朝南下攻打南宋 南宋与元朝在崖山展开决战 史称崖山海战 同年 南宋战败 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皇帝赵饼 在崖山跳海而亡 自此 国作152年的南宋灭亡 元朝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 又一次大议统 忽必烈在位期间 加强对边疆的控制 注重农丧 畅办学校 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公元1294年 在位35年的忽必烈病逝 享年80岁 忽必烈病逝后 元亭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 政变频繁 35年之间 换了七位皇帝 政治始终未上正轨 又加上繁杂的赋税 将各民族分为不同等级 民族压迫十分严重 致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最终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 公元1359年 在元末农民起义中 朱元璋从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 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最终攻占了元朝在江南的半壁江山 公元1368年 朱元璋在几百陈有亮 张世成 方国珍等其他南方起义军和南方大元势力后 在南京紫金山 祭天登基建立明朝 视为明太子 同年 朱元璋以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为号召 派遣徐达和长玉春举兵北伐 元朝末代皇帝 妥欢铁木耳 带领后妃 与一百多名大臣北陶 至此 必经十一地 立国98年的元朝在中原统治结束 朱元璋在位期间 政治上 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 军事上 实施畏锁制度 经济上 清修水利 减免赋税 文化上 大兴科举 建立国子建培养人才 在他的统治下 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 史称红之治 公元1398年 朱元璋病逝 享年71岁 由于太子朱镖早死 由皇太孙朱允文即位 视为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 在齐太和皇子成等人协助下 立行削帆政策 以至于周王 代王 齐王 民王 湘王 先后被废为庶人 或被逼自杀 同年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 起兵反抗 史称静难之一 公元1402年 经过四年的夺位战争 最终燕王朱棣率军南下 攻占京师南京 建文帝朱允文在大火中下落不明 同年 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 视为明成祖 此后的明朝 在明成祖朱棣 明仁宗朱高赤 明宣宗朱瞻基的治理下 使明朝国力达到鼎盛时期 公元1435年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 年仅38岁 其子朱祁镇即位 视为明朝第六位皇帝 朱祁镇在位期间 宠信宦官王镇 导致宦官专权 在宦官王镇的鼓动下 御驾亲征 攻打日益崛起的蒙古瓦剌部 结果兵败被俘 史称土木宝之变 是明朝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公元1449年 朱祁镇被俘后 瓦剌首领野仙 带领瓦剌军 大举入侵明朝都城北京 兵部上述于迁 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 屡次大破瓦剌军 野仙率军撤退 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使明王朝转归为安 此后的明朝皇帝 要么不上朝开始修仙 要么荒淫无度 致使朝政败坏 而历经屠治的皇帝 却英年早逝 明朝处于内忧外患当中 公元1618年 罗尔哈赤统一了 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后 建立了后金政权 开始起兵反民 公元1619年 明军集结全国精锐二十万 和朝鲜等军队 号称47万大军 兵分四路攻打后金 罗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 大败明军于萨尔虎 史称萨尔虎之战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此之后 明朝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 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 公元1627年 崇祯帝诸有俭即位 设为明朝第十六位皇帝 崇祯帝在位期间 其余正式 力行节俭 力图实现明王朝的中心 但是由于天灾人祸不断发生 又加上对后金的作战不断失败 最终爆发了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 以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主要首领的农民军 公元1636年 罗尔哈赤病逝后 其子皇太极 在圣经称帝 改国号为大清 正式建立清朝 公元164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 率领起义军 攻陷明朝都城北京 崇祯帝诸有俭 自已于梅山 自此 传十六帝 国座276年的明朝灭亡 同年 驻守山海关的吴三贵 投降清朝 多尔滚率领清兵入关 入关后二十年时间里 先后平定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以及南明等政权 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此后的清朝 历经了康熙帝玄业 雍正帝印针 乾隆帝弘历 三位皇帝的治理下 中国人口突破三亿 国土面积达到 1300多万平方公里 使清朝达到鼎盛时期 史称康雍前盛世 公元1796年 清人宗永远即位 视为清朝第七位皇帝 他在位期间 正值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 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这时期发生了白连教起义 和天理教起义 以及河道草运等问题 清朝出现了中衰 公元1820年 至公元1839年 英国为了打开清朝的市场 大量走私鸦片 鸦片的输入 不仅摧残了 吸食者的身心健康 而且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于是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前往广东进烟 公元1840年 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硝烟为借口 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由于清军战败 被扩同英国 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从此 中国历史由古代不如近代 公元1851年 洪秀全率领两万余人 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 介号太平天国 开始向清王朝宣战 公元1856年 至公元1860年 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打开清朝市场 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 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迫使清政府先后坚定不平等的爱徽条约 天津条约 以及北京条约 清朝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 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公元1862年 清朝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开始重用洋务派官员 展开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 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 公元1864年 洪秀全病逝 其子洪天贵府继承其位 同年 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 被曾国藩指挥的乡军攻陷 并俘虏了洪天贵府 至此 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父王 公元1894年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 由于日本蓄谋已久 而清朝仓皇迎战 这场战争以清朝战败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 至此 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 四年 清朝被迫同日本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公元1899年 甲午战争失败后 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 清朝利用义和团 同时对11个帝国主义国家宣战 四年 义和团运动失败 11个帝国主义国家 组成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清朝被迫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 进行谈判 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 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公元1905年 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 并提出 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纲领 公元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胜利后 短短两个月 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公元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与南京宣布成立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黎石大总统 同年2月12日 在袁世凯的劝说和逼迫下 清朝末代皇帝补仪颁布退位诏书 至此 国座276年的清朝和2000余年的宫建地质结束 同年2月13日 孙中山被迫向黎石参议院提出辞职 将黎石大总统的位置让位于袁世凯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 称为北洋时期 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 也称为北洋政府 公元1915年5月 袁世凯屈服日本 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 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 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 同年12月 袁世凯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 宣布自称皇帝 盖国号为中华帝国 建元红线 史称红线帝制 此举遭到各方反对 随即引发护国运动 公元1916年3月 在护国军的讨伐下 做了83天 皇帝的袁世凯 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同年6月 袁世凯因要毒症不治而亡 十年57岁 袁世凯死后 军阀割据的时代开始 公元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法国巴黎召开对德和会 巴黎和会决定 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转给日本 由此引发了伟大的 五四爱国运动 公元1921年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公元1926年 至公元1927年 为消灭各地军阀割据势力 国民革命军适施北伐 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 同年 在北伐军和国民军的北伐下 基本消灭了军队 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 以及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 公元1928年 因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的要求 日本关东军决定杀死张作霖 同年6月4日 震惊中外的黄孤屯事件爆发 北洋军阀缝隙首领张作霖被炸身亡 至此 统治民国16年的北洋军阀政府结束 同年12月29日 张学良宣布东北意志 服从国民政府领导 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公元1931年9月18日 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 918事变爆发 由于当局的不抵抗 致使日本击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 并成立为满洲国 公元1936年 张学良和杨虎成 为了劝谨蒋介石 改变壤外陛西安内的既定国策 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史称西安事变 同年 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的主战 1937年7月7日 日军向卢沟桥一带中国军队开火 中国守军第29军予以还击 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史称七七事变 同年12月13日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日军攻入南京城 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 长达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 此后的中国军队先后取得了 台尔庄大捷 百团大战 昆仑关战役等胜利 公元1941年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公元1943年 中 英 美三国 在埃及举行开罗会议 并发表开罗宣言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 公元1945年 中国军队先后收复了马尾镇 沿江县城 南宁 温州 柳州 镇南关等城市 同年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 分别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法西斯宣布 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正式结束 公元1946年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 公元1947年 刘邓大军开始迁离挺进大别山 陈毅和肃玉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玉婉苏 陈庚和谢富制兵团挺进玉西 三路大军互相侧影 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 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 公元1948年 解放军先后取得了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 这三大战役 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 公元1949年1月31日 平津战役结束后 北平和平解放 同年4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 解放南京 蒋介石带着大量黄金储备前往台湾 同年10月1日 新中国宣告成立 至此从夏朝到民国 约4000年历史结束